58岁陈玉莲,久违了,现在还是孤身一人。 都多人都说现在的娱乐圈美女,一代不如一代,原来的素颜也是青春经历,现在的华上庄千篇一律,没有特点让人难记住,在香港八十年代,像林青霞、关芝林等都是一等一的美女,而陈玉莲也是当时的大美女,如今没有想到变成了这样。 陈玉莲60年出生于香港,在18岁的时候参演郑少秋和赵雅芝的《一天屠龙记》在里面扮演小招,随后陆续演过《楚留乡》、《飞英》等电视剧,最有名的是在《天龙八卜》里扮演王于燕,和刘德华主演《神雕侠语》,成为第一代的玉女,金庸还说过,陈玉莲是最符合小招。 是最符合小招女星象的,后来在《射雕英雄传》中饰演黄蓉,并在电影《玉离魂》,饰演顾玉离,夺得上海国际电视节最佳女主角,成为当时最红的女星之一。 不过陈玉莲在93年的时候,退出了演艺圈,虽然后来复出了,出演原来爱上贼和灵源望族两部电视剧,不过名气不在了,没有再红起来。 不过陈玉莲最让人越到的还是和周润发,刘德华的恋情,在78年的时候,陈玉莲与周润发合作《大亨之富贵》又如何? 两人相恋,两人相恋,两人的恋情杠是一直没有公布,五年后两人分手,当时的周润发音用情太深,还自杀过,幸好及时发现,后来周润发认识了发嫂,两人一直到现在都很恩爱。 其实在中间,刘德华还向陈玉莲求过婚,不过当时的陈玉莲正在和周润发恋爱,那时周润发是刘德华的偶像,知道这个时,刘德华就当场死心了,后来刘德华说,这是第一个,也是唯一一个令我安生戏中的人,不过两人只能说没有缘分吧? 离开周润发后,经经肥姐沈殿霞的介绍,认识了第一任老公陈超武,两人在84年结婚,婚后并没有孩子,陈超武是当时有名的富豪,掌管驻大西洋城赌场,不过这顿婚姻,最终在92年结束,具体原因陈玉莲一直没有透露。 不过后来有人说,当时的陈玉莲性情发生了变化,在94年的时候,认识了广告片导演蔡美诗,蔡美诗是当时香港有名的广告导演,获得过多次大奖,不过是个女的,两人被拍到到已经同居。 在05年的时候,两人分手,结束了这段恋情。 而现在已经58岁的陈玉莲,还是一个人,也许是感情经历的多了,导致现在的陈玉莲变化很大,有人拍摄到陈玉莲的近照,看不上没有化妆,头发蓬松,面部明显的苍老许多。 仿佛路人一个,和现在娱乐圈中的美女相比,简直是天上地下。 看到现在的陈玉莲,估计周润发和刘德华,都想象不出吧,曾经的一代玉女,变成了现在的大妈模样,让人感叹岁月的无情,不过也有人说,感情打击大了,性情变化了,人就老得快了。 如果和周润发在一起,现在肯定不是这样的,你怎么看呢?